好我们第一章的最后一节 关于建设工程监理的工作性质 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问题 按道理说这个内容不应该考我们建造师 我们国家专门有一个监理工程师 职业资格考试 那么由于我们国家现在这个管理体制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体制三月体制 那么我们监理是 监督管理施工单位的 对吧和项目的 换句话说我们将的是被监理的 所以呢我们作为建造师考试来讲 你大致要了解一下 监理的工作性质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 比如我举个例子啊 我们在实际工作里面就出现这个情况 每道工序我要不要删解 当然现在这个情况大家都认识了 我记得我们国家刚刚实行监理的那些年份 甚至到了实行监理的十年以后 这个现象还普遍 我们施工单位说了 我删解我不解了啊 比如说今天干净绑杂完了 模板制完以后下面要交混凝图嘛 那么在交混凝图之前我要对干净的模板进行检验啊 进行删解啊 你的干净的间距了 绑杂的情况了 焊接叠的情况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施工单位干净绑杂完 模板制完以后说 监理啊 你来给我解念吧 那完全是错误的 是吧 所以我们监理不能替代承包商应该要完成的工作任务 你要了解一下吧 是不是 你再比如说我举一个非常普遍的例子 因为我们知道 我就拿施工方案来说 你的施工组织设计来说 我们是有明确规定的 承包商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 施工技术措施 安全措施 必须要经过监理工程师的审核批准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好 比如说你的施工方案 开挖 开挖这个方案经过监理单位 监理工程师的审批了 好 往这个方案去施工了 结果发生了安全事故了 那么事实表明 你当初的这个施工方案 存在明显的缺陷 好 现在追究责任了 然后我们施工单位说的 跟我没关系啊 你这个方案是监理单位审批过的 我是按照你监理单位审批过的施工方案进行施工的 我没责任 责任是你监理的 对不对啊 今天告诉你 都是错的 所以呢 我觉得为什么这一部分要考一下 当然考的很简单啊 题目也不多 也就是一到两个题目 对吧 那么主要就是说呢 我们作为建造师来讲 一定要注意监理的作用问题 监理的性质问题 是吧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考点 第一个考点 我觉得呢 它的命题方式 主要是两个方面 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关于四个原则问题 第二个是性质 最重要是这两个问题 那么这两个呢 如果说从重要性来讲 如果再把它区分开来 它更重要 因此我倒过来讲 先讲性质 那么监理的性质啊 记住 四个方面 所以从命题方式来说 一种就是为监理的工作性质 包括拿四个 那么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但你大致要知道一下 服务性 科学性 独立性 公平性 那么这里面真正要考大家的 是这四个性质的内涵 尤其是最后这个 考试考了个位 什么叫公平性啊 所以呢我们有一句话 当然后面讲题目会讲的 对吧 在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的同时 不损害承包商的合法权益 这就体现我们监理的公平性 但是呢 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啊 因为我们有的监理公开说的 监理费谁给我的啊 这句话呢 就决定了他的能不能公平 所以呢我们在实际工作里面 认为监理是不公平 但是我们法律法规里面写 监理要公平 所以这是考试 当然以法律法规为主 那么至于说服务性 科学性独立性这几个呢 我们就不再做过多要求了 好吧 他的内涵 所以你要记住啊 公平性要记住 就是刚才讲的这句话 监理人在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的同时 不损害承包商的合法权益 可以吧 可以 那么这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另外一个题目就刚才说了 工程建立活动 应遵循的原则 就是我们监理单位啊 在从事工程建立活动经营的时候 要遵循了四大原则 所以他跟性质不一样啊 四大原则 守法 诚信 公平科学 你发现没有 这四个原则跟刚才讲的四个性质啊 最后两个都是一样的 公平科学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原则呢 基本上到原则的名称就够了 它的内涵不需要要求 那么这里面的最后一种密题方式 就是什么叫监理 它的内涵是什么 是吧 那么这个里面呢 有两点需要知道一下 第一 它是一种属于谁的项目管理的范围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我们没有说监理方项目管理 没有这个 我们的项目管理类型就分五种 我再重复一下 业主方项目管理 设计方项目管理 施工方项目管理 供货方项目管理 项目总承包方项目管理 从来没有说监理方项目管理 是不是 因此我们自然有一个问题要问 因为我们说监理本质上是一种管理嘛 是一种项目管理啊 那么自然要问 监理属于谁的项目管理 记住业主方 好吧 这是一个要记住 第二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服务 记住 是一种有偿的技术服务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监理啊 大家记住 属于第三产业 服务业 是吧 我们施工不属于第三产业 对吧 所以呢 这样就清楚了 好吧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 我们 监理单位也是市场主体之一 我们一般说的 这个市场主体三大主体 业主 承包商和监理 这最主要的三大主体 对吧 那么当然除了这三大主体 还有其他的了 咨询单位啊 是吧 质量检测单位啊 等等这些 是吧 所以呢 我想呢 这个考点呢 大家 这三个方面吧 那么我再重复一下 监理的性质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公平性的内行 要搞清楚 第二呢 工程监理 单位的经营活动准则 四个准则要知道一下 当然我们这本书叫原则 最后一个呢 见念的几个问题 要搞清楚 好 这个就说到这里 那么我们这里面 重要的出现了 这是相当重要 这个重要就要背了 我告诉大家 这个一定要背住 因为我们在第四章 和第五章 甚至第六章 都会用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质量管理条例 有关的规定 有关监理的规定 那么这辆管理条例 是我们一个行政法规 那么有关监理的规定呢 我们大致做要求的 从重要性来讲 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 两个未经 一定要给我背住 这个就回去以后 你要给我背 那么你们知道 我们这个是最后一节的 第一章 我要求你必须要背的东西 不多的 这个必须要背 第一个未经在这里 第二个未经在这里 未经谁的签字 建筑材料 构配件 设备 不得在工程上使用和安装 施工单位 不得进入下一道工序 未经谁的签字 建设单位 不不服工程款 不进行竞工建设 这个我一再说了 必须要备注给我 这是两个未经 谁经常会考虑 这种东西没好办法 因为这是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二 监理的工作方式 要记一下 形式 那么这个呢 我们正量管理条例 写了三个 盘站 群视 平行间间 这是我们监理的工作方式 盘站好理解 对关键部位和关键工序 进行全过程的跟踪管理 就是两个关键 一个是关键工序 一个是关键部位 要进行全过程的跟踪管理 监督管理 这叫盘站 群视嘛 大家知道的 你今天高兴得到工地去看看呗 不高兴在家睡觉呗 这叫巡视 平行间间指什么 你比如说这一批混净土的 抗压强度怎么样 这一批混净土的质量怎么样 那当然我们施工单位 肯定按照要求去抽样间间了 那么你监理要不要解 要不要取样 如果要取样了 就叫平行间间 如果说监理说了 哎呀 我派个人 跟着你施工单位去解 对吧 我就不带单独取样了 这个叫跟踪解 所以实际上呢 我们监理的工作方式有四种 但是我们这个质量管理条例 就写了三种 那这次考试就三种 盘站 巡视 这是一对 平行检验 这是一个 好吧 那么这里面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刚才讲的 我们监理的责任是什么 监理的责任就四个字 承担监理责任 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大概有这么三个方面 需要我们考生要去背 这必须要背啊 没有好办法 对吧 尤其是第一个和第二个 两个未经太重要了 所以为什么首先说他 那么监理的工作行事问题呢相对次要一致说 但是也要知道 另外呢我们监理要承担什么责任 承担监理责任 你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了 当然这个不展开了 比如前面讲了 你施工单位憋制了一个施工方案 一个开挖方案 报监理工程审批 监理工程大逼一挥 嘿挺好 结果在施工过程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了 事实表明当初他批准的这个施工方案 是有重大缺陷的 那他承担什么责任 你说吧 那么很清楚 你施工单位该承担什么责任 是什么责任 因为这个施工方案是你编的 因此我们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监理工程师对施工单位的任何指示 审批审核同意 并不能减轻或者免除施工单位 应当承担的责任 因此你这个施工方案是你编的 现在出现了重大安全事故了 你应该自己承担责任 那么现在当然你你关心的太多了 这个方案是经过监理工程师审批过的 你接力要不要承担责任 我告诉你 你接力承不承担责任 跟你施工单位承不承担责任 没有任何关系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并不能减轻或者免除你的责任 那么我们接力责任是什么责任 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做的规定了 那么这个就不展开说了 好吧 这里面有一个概念 稍微说一下 因为我们有的年份命题的时候 这两个是不分的 好吧 这样的题目会出现了 那么实际上我们建设工程 这辆管理条例里面 并没有专业监理工程师这个说法 那么假如说我们今年考试四个档案里面 第一个未经 他写成专业监理工程师 而没有监理工程师 那么专业监理工程师也可以选 好吧 好 安全伸张管理条例 也是四句话 第一句话要备注 我们监理单位要对施工单位递交的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施工方案 是否符合工程介绍强制性标准 一定要记住这三个字 要进行审核 要进行审查 第二句话 就这里 在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 要求施工单位整改 第三句话 情节严重的 要求施工单位暂停施工 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 第四句话 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不暂停施工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这四句话 你要背得像我这么说 对吧 所以这两个地方 前面两个未经和这里监理的四个任务 一定要背注 回去多读 一定要读顺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理解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根据 我解释一下 我相信我们有些抗生 听到这里为止 他就发现一个问题 这是强制性标准之声 这个恰恰是我们考试的一个重点 这个地方 那么大家知道 我们国家的标准分两类 一类叫做强制性标准 那么强制性标准 是用这个符号表示的 哥波 当然你们叫GB也可以 应该叫汉语拼 哥波 还有一个标准叫做推荐性标准 哥波特 好吧 你比如说我们这次考了一个重点的规范 就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它实际上是一个推荐性标准 并不是一个强制性标准 因为带有 你们叫T 实际上是哥波特 好吧 那么我们监理单位在审查里施工 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 或专项施工方案 只是 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那么年外之一 它并不一定要符合工程 建设推荐性标准 好吧 这个地方要小心一点 好吧 那么当然我们监理在安全方面的责任 也是一样的 四个字 监理责任 这个没什么问题 所以呢 我觉得关于这两个条例啊 这两个地方总要考一个题目 两个卫经 监理的 在安全监理过程中的四个任务 那回去必须要背得非常说 这个考点呢 是非常麻烦的一个考点 关于我们这个监理啊 在不同的阶段 它的监理任务 但是我教你一个办法就解决掉了 因为它分为设计阶段 施工阶段 材料设备采购阶段 和施工准备阶段 这个千万不要背啊 我们书上写了很多内容 不要背 这个完全是一个知识积累 或者一个理解 就像那我说了 你幼儿园在什么时候读的 你说我老年读的 那肯定是不对的 老年怎么读幼儿园啊 对不对 你认为那个问题是天津第一的 实际上我们这个问题跟那个是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一个项目也有生命周期 项目设计阶段要干哪些事 项目施工招标阶段干哪些事 材料和设备工艺阶段干哪些事 施工准备干哪些事 就这个东西 所以大家呢 这个一定要跟项目的生命周期 要挂起勾的 那么这个呢 我在前面做了重点补充 所以这个你千万不要回去背啊 书上写了很多 那么另外的施工阶段一样的 竣工业收阶段都一样的 好吧 所以这个不要背 这个呢 往往会出多选题 好吧 监理的工作方法 监理的工作方法问题呢 有这么 三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方面 在实施监理前 我们建设单位应当将哪三件事情 要书面通知被监理的施工企业 要背一下 第一 工程监理单位 二 监理内容 三 监理权限 我这里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有时候到工地啊 当然现在情况好多了 我们国家刚刚推行监理制的那些年份啊 我到工地问 喂 我说张三 我问施工单位了 我说这个监理单位是谁啊 没有了 然后我问 我说如果说碰到当地的老百姓 来阻挠你的施工 你应该找谁啊 我到 或者是我找业主 或者我找监理 为什么会出一些这么一些不同的认识 就是因为我们建设单位 没有好好去做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今天重点不是讲监理 所以呢也不想展开了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 这三个事情我们施工单位必须要知道 一个是工程监理单位是谁 监理的内容是谁 监理的权限是谁 好吧 第二 好了 又来了 我们在监理过程中认为 施工不符合要求的 该怎么办 有权要求建设施工企业改正 但是下面一句话就要注意了 我们监理过程中发现 设计不符合要求的 该怎么办 你能不能说有权要求设计单位改正 错了 因为我们这里讲的监理是施工监理 你应该找谁啊 你看这句话很重要 应当报告建设单位 要求设计单位改正 你看看这句话多重要 所以呢 关于监理的工作方法呢 这两个 第三个 这个表也很重要 关于我们监理大竿 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 什么时候编的 有谁的主持编 批准人是什么 作用是什么 也是相当重要 当然重点是后面这两个 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 下面重点 我说说这两个 那么监理大竿就算了 那么监理规划 什么时候编的呢 是收到设计文件 并签订监理合同时候编 对吧 监理实施细则 什么时候编的 施工前 那么有谁来编呢 监理规划 由总监理工程师来主持编制 监理实施细则 由专业监理工程师主持编制 这两份文件分别由谁来批准 监理规划 由监理单位的技术负责人 而监理实施细则 由总监理工程师审批 最后它的作用是什么 监理规划是一个指导性文件 监理实施细则是一个操作性文件 所以这张表也是经常会考的 那么主要就是考监理规划 和监理实施细则的四个东西 对吧 尤其是中间这两个 主持人是谁 批准人是谁 最后一句话 你有时间看看 因为这个考的不多的 监理规划应该在召开 第一次工地立会前报业主 因为第一次工地立会 是有建设业主持召开的 那么应该说一般说的 第一次工地立会召开前七天 有监理单位将监理规划报业主 那么监理规划的内容 这个大致看一下 好吧 这个不要背了 我也不讲了 一共12个方法 监理实施细则的内容呢 大致看一下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要注意 它的重点不是说内容 而是这句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工程项目 都必须要编制 监理实施细则 问题来了 是不是 那么今天告诉你 不是的 它只有什么样的项目呢 要记一下 对中型及其以上的项目 说白了大众性工程 或者专业性较强的工程 我们才需要编制监理实施细则 其他不需要 所以呢 关于这个监理实施细则和监理 什么样的工程项目 需要编制监理实施细则 要知道一下 那么编制的依据这个就不看了 好吧 内容大致了解一下 所以呢 我们说监理这一块呢 大概就这么几个考点 所以这里面有几个考点 是相当重要的 但是有一些呢 就是一般性 下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 项目监理机构 处理业主和承包商的利益冲突 或矛盾时 应坚持的原则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监理性质所决定的 这个题目是重要的 公平性 服务性 科学性 独立性 公平性 是吧 那么这个题目是谁呢 当然A和B肯定 你们认为是不对的 C对不对 在不损害业主合法权益时 维护承包商的利益 D 在维护业主合法权益时 不损害承包商合法权 这两句话听起来 意义可能结果差不多的 但实际上 这两句话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大家想看监理是受谁的委托 受业主的委托 所以假如是你选C 你这个立场错了 你怎么可能会去维护 承包商的合法权益 不可能 所以我们说 因为监理是受建设单位 业主的委托 因此他必须要维护业主的合法权 所以这个答案你应该选D 好吧 这是个立场 所以我再说C和D的意思也许差不多 但是立场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选D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种题目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四四条规定 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 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承担什么责任 这个题目如果说你不复习到位的话 这个题目就难上加难 如果复习到位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题目 所以我们说有些题目啊 你说难还是容易是很难界定 我们的考生可能就想多了 哎哟 会不会承担刑事责任啊 我们的考生说可以 我以前碰到过一个总监被判刑的 这个当然应该选C啊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接力责任是一个大的 那么接力责任有分三种 一民事责任 二行政责任 三行事责任 我们这道题目啊 这个里面显然你看不出来 我们这个监理工到底要不要承担刑事责任 要不要承担刑事责任 不知道 那知道 因为我们说刑事责任是最重的一种 所以我们一般都这样写的 如触犯刑法的要承担刑事责任 所以这个题目呢 我们这里没有领导责任 没有责任 好吧 下列各项工作任务中 属于施工准备阶段 你看 这个题目实际上也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这个题目你很难复习 你没办法去背的 那么你看看这五项工作里面 哪一切属于施工准备阶段 要干的工作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你比如说C显然是招标的 对不对 显然是招标发明的 好吧 所以A和E 所以BCD都不是的 根据建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规定 工程监理人员认为工程 施工不符合什么的 有权要求施工单位改正 这个题目倒过来说 那么这个呢 实验上是你施工的依据了 对吧 设计当然是重要的 那么现在你最容易错是B和C 大家想想看 监理规划也好 监理实施细则也好 是我们监理的依据 而不能作为我们施工的依据 一定要搞清楚啊 就像那施工组织设计一样的 施工组织设计是你施工的依据 但是绝对不是我们监理的依据 好吧 所以这个题目呢 B和C指导一下 所以我们有的考生说了 哎呀这个B和C应该也是吧 错了 对吧 所以就说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 仅仅是我们监理的依据 而不能作为施工的依据 好吧 根据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2013年的 工程建设监理规划的内容大致哪一些 这个题目大致看一下 本身也不太重要 下列监理规划 监理实施细则表述正确是谁 这个题目是重要 也是我们将来实账的题目 A 监理规划的编制 应由总监主持 对的 B 监理规划的编制依据之一 是标准规范 对的 C 所有的工程都必须要编制 监理实施细则 这个你解释过了 那么只有两类工程 需要编制监理实施细则 D 工程建立实施细则 必须要经监理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 错了 这个总监审批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监理规划 一般要包括监理工作依据 这个问题不大 好 到这里为止 我们2018年 第一章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建设工程组织管理 到此结束 那么这一章 应该说是我们基础的一章 也是我们考试重要的一章 因此呢我们这一章 所花的时间 是偏多一点的 所以我们有的考生可能在琢磨了 老师你这样讲能不能讲得晚 不要着急 我会掌握这个进度的 好吧 所以因为第一章呢 我说的基础如果打实了 把一些基本问题大家搞清楚了 你比如说这里面最最主要的几个基本我说一下 第一个项目的生命周期 以及各个阶段的工作内容 第二项目划分 拿两个划分制 五级划分和四级划分制 第三 惩罚包模式 对不对 我们工程惩罚包模式 分为哪两类 所以我说这个里面啊 最基本的 也是最基础的 这三个主要掌握吧 那么还有一些呢 这个呢可能设计面比较窄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估价文件包括哪几个 跟设计 跟我们这个项目生命周期的对应关系 比如投资估算 设计概算 工程议算 合同价 支付价 结算价 绝算价 什么关系 这些呢可能会影响到一些 但是它影响面不是太矿 对吧 所以呢我们第一章呢 花的时间多一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础 第二个原因 因为第一章本身是重要的一章 是吧 只不过呢我们第六节和第九节呢 按照新的规范来考大家 对吧 这个重点并没有发生变化 好 我们第一章说到这里 那么下一节课开始呢 讲解第二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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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